嗯 怎么说来我是 我是看你的视频出来的 嗯 然后 我我以一个亲历者亲历者的态度啊 我现在说是给你 给这直播间没有出来的人聊一聊 聊聊我是我这我这一路了这个 这个这这个东西 我当时在在国内 你搁哪儿了现在 胖子这 你搁胖子那儿呢 啊搁胖子 你怎么混上网呢那边不混没网吗 网可大了 死有网 你谁胖三胖子还是几胖吗 丁胖 啊你啊你丁胖 我现在看三胖子那儿你可丁胖那儿呢 你是咋的你走过来的 啊 啊你完了那你现在干啥呢 嗯 这不跟你联想吗 现在干啥活呢 躺着呢 没有活干呢 啊 完了你现在是先上来求职来了 还是你要分享经历来了 你分享完经历也不一定有活啊 你要求职的话我可以告诉你 本周我有一个快要开业 饭店快要开业的老板在我面前躺着呢 啊不去不去不去餐馆我打死也不干 哈哈哈餐馆还不干 你可丁胖当挂比你餐馆还干不了 你想干啥活 我是 啊不聊这个 呃我之前 我之前在国内吧 我讲讲讲一下 之前在国内吧 如果是 抓紧长话短说 抓紧长话短说啊 来陪一个兄弟们 再来陪一个 行行行行 还能吃点 然后那会儿那会儿不是看 看你的视频吗 哎看你在洛杉矶还行 哎我说我我说我也过来呗 我说我也过来呗 那洋过来以后 风靡不适 不是啊正好我问一下吧 那个你们你第一站是到哪儿 是到基多吗 啊啊啊啊啊 基多啥样啊 我今天晚上一会儿讲故事会 那个咱家刘成也要也要到基多了 基多大概啥样啊 我哥网上查都没查着啊 发不发达啊 呃怎么说来着啊 像咱国内哪个年代哪个城市 哎呃 呃 这么说吧 就像就 吉林什么 八十年的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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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属于就是挺落后的样子 公交车啥的 人文人文精神面貌大概啥样 反正我 我当时看那个人文精神面貌的话 要好一些吧 但是那块 听说那块的这个工资不高 一个月好像三四百美金嘛 呃 工资不是重点 就是属于城市建设呢 城市建设是属于八十年代的中国东北 完了那个村民的精神面貌大概怎么样 对外国人看着友善不友善的 好奇不好奇啊这种 呃 呃 那边人感觉起来 给人感觉起来还是比较友善的 整个说是那那边地方人 民风淳朴经济落后 可以这么理解吧 哎 对对对对对对 好了行ру善往你接响了吧 嗯 然后当时 哎我是走啊走 这么一路走上来 我觉得人家国外就是好呀 你现在确定得盯胖的吗 确实是路上极限 方不方便开个摄像头 拍一下天是亮的就行 不用露脸 给他们印证他真实性 等一下 你住的屋有窗户吧 等一下 别拍屋 你就看一下天是亮的就行 稍等 咱们正好问一下亲身经历的 亲身经历的 咱们保证故事真实性吗 对不对 我 我跟你讲 来 看一下吧 给看点天空就行 你把手机冲天就行 大哥你没接受 你得接受我看看啥 看看你没接受我那是调美颜呢 等会我设个主咖 我看一眼 我看看不清太小了 接受一下吧 丁胖子在你对面啊 丁胖子是在你对面吗 呃 有个路吧 两分钟路 你走太远了 有点WIFI要断了 啊 看 看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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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122呢 他给122呢 122隔壁 哈哈哈哈 知道了 知道了兄弟 完了呢 哈哈哈 122隔壁 大盖里呢 你说 你说 怎么的 真是走哥 确实的 现成说法了 完了呢 然后我跟你讲 就是我 我跟你讲 我来的时候是 我想通过这个 我想劝劝说 要走的人 你没点本事 你千万别来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我在国内 我自己认为他行 自己认为他行 然后我想着 我在洛杉矶 我在美国 打不打一个月 心情松松 等着我再赚个万马块 我赚个七八千 应该是没问题吧 你在美国赚七八千美金呢 我当时没有出来 我就想着 我最想的是这个 你知道 你觉得那些大哥 啥也不是赚色自信 你赚七八千没问题 对对 我是想着 我差不多 应该能赚七八千吧 然后我就说 那我出来吧 七八千也五六万了 我出了吧 然后就一步一步 看别人视频 当时也看你的视频 然后出来 我路上感觉到 你跟我没关系 你看我视频 我一直没宣传 让你们出来过 你别提供我 这人破脏嘴 我可没让你们出来过 然后出来以后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 第一站住就进了这个胖子 到胖子以后 我直接懵逼了 我天 完了呢 就找不到 五六个人住一个 五六个人住一个房间 你知道吗 五六个人那算少了 那算少了 那算少的了 我在现在厕所过道 他们都铺的店子呢 那当时你知道 当时 然后没有过几天 然后 就开始被骗 怎么被骗 如果是什么律师呀 什么教会呀 乱七八个律师 这是老三样 老三样 中介历史律所加阿门 老三样 对对对 你一下说对了 然后 这一个套餐过来 好几千套没了 我说那不行上班呗 那找啥班上了呗 别人说去仓库上呗 我说行呗 那时候去呗 那时候去以后 那一天八个小时 那是这么不让你停的 那八个小时 我现在想想那会儿 还幸福你知道 八个小时不让你停 我回来以后你知道吗 晚上回来以后 红尘疼得睡不着觉 一个小时醒一次 真的 一个小时醒一次 我说这他妈的这个 哎呀 我说我以后 我说我以后这个 有了公海以后 得好好找到什么什么工作 那个有人问你 咱家现场有洛杉矶大哥问你 插车会不会开 开仓库插车问你 开仓库的问你 插车会不会开 会开现在当场安排你 会开吗 我不去他那 我不去他那 不去他那 不去 你别人挺挑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确实挺挑 插车五千 不是挑不是挑 我是我昨天已经把 呼照已经取了 你知道吗 呼照已经补了 我我我我我 我讲的意思是啥 就是你没点本事 你甭出来 甭出来 甭来这个地方 这跟本不本事 没关系 哥们你身份混不下来 你正常你没法工作呀 你就有本事 没本事 你没法正常工作 这就是你你你我我我去看很多桌是有绿卡啊有生有有有有有绿卡有公民的人 我刚才我刚才我听说你把护照补了怎么你进门的时候撕本了啊 你真狠的完了呢完了呢现在咋准备撤了 撤了撤了我没意思你知道没意思 那你这样我我针对于几个问题我问一下到了美国以后美国的现实精神面貌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啊跟你想当中一臂一样啊 你你你你能重新说一下吗 就到了美国以后跟你幻想中的美国有没有落差呀 有啊 首先一点是啊上厕所不方便 去哪都都别去哪别人拿门锁着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你就是怕我去偷偷他的东西偷偷里面吃 对不对 怕我饿着不及了 厕所门锁了 第一个第二个是公交公交超级不发达 不发达 没有你没有公交系统公交系统对三小时到不了 你正常开车15分钟到这种走到公交车你就到三小时 哎对对对对三小时夸张 如果是你你十五分钟 他两小时一来车呀 我妈就坐公交车出去购物去两小时一来车两小时一趟啊 那是重点啊 这呃反正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车程的话你基本上都要三个小时 这这个是必然的啊 完了呢 然后然后这块嗯 反正怎么说呢也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你说一般你刚来的话 消费消费这一块你消费了没有 消费了反正我个人认为消费挺贵的 我个人认为下过馆子没有来了以后 下呀下一次馆子我记得我去趟馆子 呃一趟馆子花了两百多块钱吧 好贵哦 几个人啊 两百多刀 啥人 三四个人吧 三四个人两百多刀那还还算算个正常消费吧 正常消费消费觉得也有点贵换拿人币换美金有点肉腾 玩找工作 工作要没人坑啊 工作中介坑没坑你啊 工作倒是没坑 我这般工作倒是没坑 就是那个工作强度那和国内的话那不是一个等级上面的 你你你你就是人肉电池 就是就是骡子 你你你就你就冲冲最最次的电你就干呗 你来了以后干过几样活啊 干过几个工作啊 我都干好多工作 什么餐馆啊仓库啊 反正啥活都干过 就是没有一个能留住你的 呃 基本上是我炒老板吧 干不了我干不了这个活 但是干 但是说实话干活的话那是那是这样把你干的 但是 那你来的时候你来的时候你预计打算自己干啥了 这样 我没想那么多我预计了我 我想我想 咋不得随便干一个活 咋不得干 那这个七八千应该都行 但是我最后一看 这挣个三千都难 随便干个活跟这个七八千 你几个美国本地老移民都多少的有身份都挣不上七八千的 你来了你的身份没有挣不上七八千 我当时想着过来以后 我还想着这个计划五六年买套房了 我现在想想 我现在活都活不了 我现场采访 铁了我现场采访 你看五六年五六年买套房子看谁视频看的 谁跟你说五六年买套房子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大会议 你知道吗 我我想借助你这个 借助你这个平台 你知道吗 把 把说是 还想来的人劝一劝 你说你在国内能挣个五六千块钱 就五六千块人民币的 你就甭 甭 别出来 你知道吗 你出来 第一个你语言不同 你只能在黄人圈混 在黄人圈混的话 你说 你就少不了挨骗 百分之百 你去找律师 找律师 这个都中介 一要价都是五六千 都挂板 正常 是 所以说你出来以后 你意料分辨能力没有 真的 就是流程地不熟 也不知道人本地是该啥样 对不对 连个境界 你得自己自己打拼 你发现你打拼两三年以后 你还是那样 对吧 你发现 你这个生活水准 你根本不如国内 你跟国内要降好多个档次 你可国内你有家没有 成家没有啊 有啊 媳妇孩子现在还是属于你的吗 别觉得嘛 不是 你媳妇孩子 媳妇没说英文你出了 咋地的啊 当时当时说 当时欠点饥荒嘛 欠点饥荒想着 想着 我说这个 那不仅搞呗 一个月弄了七八千五六万块人民币 对吧 那攒着呗 还能包 当时看那个什么招兵广告上 七八千 我说我这我能干 什么服务员 服务员我咋能干不了 一个服务员 现在发现服务员真干不了 为啥呢 不过英语啊 不是说点餐也没几个英语 你有这工夫不行 你背一背呢 背背单词 那你我关心的啥哥们 你本身家里有窟窿出来的 你是欠钱出来的 你现在你现在等于你一分没挣着 你不欠更多了吗 那没事人先活着要紧 我最起码回去 你哪管当牛做马的事先你说当驴屎 你先把空窿补上 你别给家里面造成更大的负担 你这回去了你降不出来打准 我我跟你讲 回去以后是有办法的 回去以后是有办法的 我我跟你讲 我还有就是啥 就是我过来以后好多人问我 怎么怎么过来的 我当时还给别人还指点了 你花多少啊 十个 没有 花四个吧 你是属于纯纯低配版那种 一路就是属于钻鱼米地那会儿的 你纯纯低配版自助的 不是 也是这包那包的 他怕丘拉进不进猪圈呢 没有 没进猪圈啊 那你啥时候来的 半年多了吧 快 半年 园有编吧 园有编吧 过年那这儿 过年那这儿确实 那个时候好过点 完了呢 现在咋说 现在要回去啊 还咋呗 必须回去啊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劝了好多人你知道 劝了劝了都 现在都劝到雨林区里面去了 哇塞 他们其实 他们其实和我 和我当初一样你知道吗 就就想着 美国 美国好 美国好 其实你如果说是 呃 你 你没有那 我觉得你没有那个金刚钻 你不要 那你这么说 那你这圈里面 你觉得谁有金刚钻 谁挣上钱呢 我觉得啊 如果是怎么 怎么讲 如果是你可能 一个月在国内挣个 两三千 哎 哎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出来 或者说你在国内 哎 是是干 干什么 就是那种工地的 或者怎么样 哎 你可以出来 或者说 纯存那是一点 就纯卖利息的 对对对 你可以出来 那那 那确实 确实挣钱 你像那个 什么东西圈那样 盖大棚 一天两百多 那能挣钱 现在外面一天 白天四十度 一个死地上 你外面给大棚 死地里头 死棚里头 是 你能挣钱 哎 你像你像这个 你啥活也干不了 那那种 你不能出来 或者说你 你特别有钱 你手里 手里握个上千万 哎 你出来 上千万 上千万也狗的不是铁子 就你住那个 你住那个家庭旅馆 你知道多钱吗 感觉 薛帕德还给你刷个跑车 祝你一路平安 别别别别 他送你一切 对 你知道现在 一千多 你住 你住那个 你住那122那房子 拎出的九十多个 打不了 天呐 一千多万 你都 那玩意都九十多 一千多万 换完了一百来万人民 那个美金 你那个 那个都九十多 你个本地 你心里多有画面 低了一千来万 你来了以后 也不会就听 帮国家 外面买一套而已 一年地税还得1.1 就一年地税 还得交一万块钱进去 就他在那 注释不住 一年还得 一万一美金进去 我指的是 就是说你 你有一千多万人民币 你过来以后 你就租房 你就 谁有一千万 谁来呀 你别一千万 有五百万都不来 对 对 所以说你又特别有钱 你可以过来享受生活 那是没问题的 那你没有钱 我觉得你 你就差不多的 这个五百万钱 你就好好地 搁家呆着呗 你甭出来 你甭出来 你出来 你甭出来 真的 我是 我是这 我这段时间看 也是 没事嘛 看你视频 你知道 跟你 我还关注 我敢出 愿意回去就回去 但是我哥们 我建议你走之前 先看看 要不有没有 有没有美国本地东西 啥玩意能倒的 不行回家严谨点 别两手空空的来 满身负债的走 明白吧 给家里造成更大困扰 虽然说你说你有招 但回去我总归 你也要生活嘛 不行严谨点啥货 这边谁能发货的 就做点什么 小型的 进出口贸易 好歹来一趟 是不是 别回家 我敢订房 往啥待半年 没啥 没啥太大意义吧 对不对 加油吧 咋说 加油吧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劝劝吧 劝劝各位 如果是 来以后就是苦力 你甭说 你说是你来以后 为了后代 怎么怎么样 你在这儿活不起 你的后代也在这儿活不起 你的后代 层级不跨越 来了以后 一直都是手停嘴停 这就是问题 手一停嘴就停 手上不干活 嘴上就没吃的 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攒下钱 也不可能跨越阶级的 跨越不了阶级 他永远都避免不了月光这个事 进多少花多少 那就没有 没有翻 永无翻身之日啊 你现在还 我说实话 哥们 你现在四五千 你挣着 你还觉得少 你真挣四五千 那天 讲话 公卡给你劈起来的时候 你真报岁 你试试 你真不公持住 你试试 你能胜啥 你翻不了身 你听吧 翻不了身 永远都跟那卡着 是吧 对 下面有人说是为了自由 美国真的自由吗 如果说自由的话 我觉得 确实 长马路上没人管你 这叫自由 你看 你看 我怕得哥 我学怕得哥 给你送 那意思 送你一辆跑车 你先到机场 再送你个飞机 送你回家 送你回家了 给你送个飞机 铁吧 拿人民币换美金头疼 那个肉疼点 今天这些来 出去高地吃一顿吗 拍一个作品吧 消费一下吧 个人消费 吃个牛肉面 我就问一下 算了 这个事 这个事 不好意思 啥事 你没事 你绕点问 没事 感谢走道 那我就直问呗 你绕点说 敏感词 绕开就行 你说我现在直接 让他们把我送回去 你说会不会有啥影响 他们给你送回去 所有产生的费用 不单是飞机票的费用 他们所有产生的费用 都得给你要 比如说出东大杆帽 我们的车 大概得折合 将近四五千刀 有送过的 这个钱是肯定挂你头 这个钱是等于 跟咱家大人直接 就是无条件 跟咱家大人要的 咱家大人也必须得给 因为咱家大人承认你 这个东西得挂你头 不得直接回 那我把 那我把那个啥 补下来以后 我自己回去 是不是应该没啥算 你不得跟大管拿吗 你跟大管拿 你就说我现在想回去了 不想待 大管都明白 咱们才 咱咱咱住洛杉矶的大管 都都属于 都已经早就见怪不怪了 你跟他们说 他们就告诉你了 应该不用进去吧 对吧 回去应该不用进去 但你得你得喝茶 得去喝茶 但是也没有多大影响 没有多大影响 喝个茶就是签个字就行了 是 我跟你讲 还有最后一个事 我跟你说 就和我一起来的很多人 很多人 现在都脱向了 我几个月没见了 前段山见一个哥们 都脱向了 怎么脱向 过来的时候 白白胖胖的 跟你一样 白白胖胖的 白白精进的 然后几个月没见 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是在 在在那啥地方见他 在肉死 在肉死见他 那个Ross那个大破烂 就是购物那点 这边就 每次发现叫Ross Ross 我跟你讲 我没认识他来 我没认识他来 他我喊了几声 他我喊了几声 然后我认识他来了 我直接 我当时心里直接难受了 你知道 我说这才几个月 人如成这样的脱向了 你知道吗 幽肥幽肿 不是铁子 我不是嘲讽啊 既然你都已经到这份 其实我不该嘲讽 那不是 那不是好呼吸一口 自由空气 什么香甜的空气吗 那来了 大哥没呼吸上 咋们还给自己吸收了呢 怎么 健身来了 是啊 这是这个 我说这个 我说还不如 你还不如在那啥里面 在那啥里面 一天三冬放 给你管着多好 是吧 到点起手 你甭出来 不是 你今年过年的时候 进来移民间里面 还是吃三明治吗 有没有改善啊 除了三明治 大豆饭 红豆 红豆泥 大饭 还有不别的了 汉堡 汉堡里面 汉堡里面有配蔬菜吗 据说就是 就是放一个起司 中间加个肉饼 对对 对对 就这 有蔬菜吗 很少有 没啥改观 没啥改观 那你现在这是准备啥时候撤呀 那东西下来就撤呗 那还待这干啥呢 那就是还没多少钱了 这么说 隔半月了 对对对 就撤呗 我说想 就提醒啊 就是没来人 就通过你的视频 没来人 就好好想想呗 好好想想 如果说是你 你真的觉得 说这块好 自己想通了 花个像 像那个什么 福建那边人 花了三五十万 五六十万过来 那我觉得那你 那你有照应 人家也能吃了那苦 实话说 福建来的大哥 哪个不比咱 别说比别人 比不拿个威力能吃苦 光光那么干 独能干 你说这会儿 我跟你讲 我之前遇到一个老板 身上四十岁 身上好几种病 什么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还有筋脉曲张 没好了 没好了 这就没好了 这基本上都是这样 拿体力去换钱 然后最终呢 可能个身体也造垮了 你要真说 钱挣很多也行 也没优越到哪去 当时 对 人家都说是这么说吗 消费高 美国挣钱美国花 谁也别想带回一押 能带回钱的 基本上就是 与体重付出代价 来说二百 你俩月三月以后一百五十斤 就拿这能换点钱 要不然的话一分一捏手 你也留不下 哥本地你也是这么多钱 对不对 你这样的吧 哥们 那个来 反正你来也来一圈了 咱也也也有幸认识了 走之前 那个安配一对 我安配一对 对不起 想吃啥 你吃参 我带你去感受一首 我感受 我带你去感受一首美式牛排 不用吃 不用吃 你听我讲 不用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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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我要能见你一面就行 见你一面 我带你吃 我把手 我跟你讲 我跟他说八手大路虎 你必须做副驾驶 我带你吃一首美式牛排 感受一首美式 美式文化 那样狗都不吃 不用不用 我咋咋得去吃一口 行不行 不用 我跟你说 走 走之前 我跟你愈 跟你愈 这 丢胖 没问题 没问题 到时候丢胖莞城 哥 丢胖莞长找你 我在门口 你就是大概听节奏 车里有 有有 有 个丢胖岰 有个一二二 附近门口放音乐的 那个车窗户摇开的 开八手大路 后面那个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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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上 夹了 给他 �吧 你们 用 personal 这就是我 你就下来找 我就完事了 因为现实 中不开美 你 отдña 你不能认识我 行吧 我给你点上关注 完了走之前 走之前高低吃顿饭 这个世间疾苦 你也算是出来走 我看过一遍了 回去以后加油吧 踏踏实实的 对 这个叫什么 所有事情都是体验的 都是体验的 所有事情都是体验的 行 体验体验得了 就是反正最后选择回家了 多了咱也别说了 行不行 走之前到时候见一面吧 行行行 那我先下去了 好了好了 下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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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啊